今日国际张身穿白色花朵露背裙装显示上海为某童装品牌新店开业站台 你没有听错,确实是童装 瞧天真浪漫的张姐姐这一身没有违和感地出现在孩子们中间 果然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哦 相比之前出席活动时的强大气场 当天的国际张可谓蒙感十足 满目的小花花上身也是减零不少啊 为童装品牌站台甚至还亲手设计童装 这是要为将来孩子选衣服了吗 也让小编不禁大胆猜测 莫非张子怡与汪凤的感情已经水到渠成就等小天使降临了吗 如果我有个女儿的话 我一定会拉着她跟我穿一模一样的站在这里 我觉得那个画面是比一切都重要 比得什么奖都这样子一样 比什么成就都重要 我觉得那种幸福感很美好感 前面就是妈妈穿什么可能给孩子穿什么 现在你可以反过来 孩子有漂亮的裙子 妈妈可以为了跟孩子同意 她可以跟孩子的穿一样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美好了 所以我也是觉得 这条裙子我可能会好好地保留下来 如果你们送给我的话 然后留过不知道多少年 我最好生个女儿 然后你再给我做一件一模一样的 好吧 张子怡既然那么喜欢女儿 何不赶紧把这婚事给操办了 后面的生娃大计也方便实施啊 那么最好我很多今天是过去的